開始了 Indefinite integration有1有2 上次1就是 第11,我只是不記的11,這本書不是11 中英文一個叫定積分,一個不定積分 不定積分就是沒有upper limit,沒有lower limit,上下沒有數字 OK 我們很簡單,Incoside就出Side In完出來,C字頭是要負的 In完出來,C字頭是要負的 Side就是S字頭,所以是正的 2沒有關係,搬出來,所以不需要In Incoside出Side,所以是正Side Ax加C 整條數基本上就完成了 這條題目繼續下去 Incosec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Incosec 其實 是Cotangent 因為Cosec二次 是情侶 Couple Cosec 如果打 Cosec 這條Tor 繁好他的Square 他就會和Tangent 的相反,Cotangent 是一對雙共 好,但記住了,我們In完之後 是C字行頭 所以 In完出來是要負的 不错的,因为正乏正,负乏负 如果 in 出来,c 字头,所以就是负 这个要小心,谈记 到second tangent second tangent,我们有个想法 就是我们要second以此答一个tangent 所以这里只差一个second 所以 in 出来,就是second 这些正或负,我们要想回 是正来的,为什么? 因为 in 出来,不是c 字头,而是s 字头 s 字头就是正来的 所以我们不用改变正负 照猜,相同是负,下同是正,下同是正 大家要背一背 如果有些同學未背,我們現在和大家背一遍 因為我們一定要背這些才可以做到 好,我們和大家背一背 Integrate,我們說in Integrate cosx 那你就會是 等於sinx 那 還有誰呢? 卓神不在這裡 Billy不在這裡 還有誰呢? 卓神Billy Nikolas Nikolas在這裡? 我在這裡 SIR 為甚麼兩個Jerry呢? 幫兩個裝置進來 OK,OK 你看到 你看到 你還欠誰呢? 吳思元 嗯,吳思元 盈偉立 嘩,很多人不在這裡 去了哪裡? 我逐個逐個打 一邊講一邊講 好了,這樣 繼續 接著 Integrate cosec 二次 x 這個是一組 來的 就會等於 Full Cotangent 然後 Integrate Cocon XC Pengen XC 小 其他 你可 XC 大家要背一背 這些都不是很難,只是死背 我們的邏輯是用我們之前教過的東西 起床上課 我們之前說過,他有個朋友 我們是想回那個關係 secant通常是二次 1就等於tang2次 即是說,當它是secant的時候 它出到來就會是secant 我就是這樣想 posecant是二次 2加1就是crotension 二次 所以,in的cosecant 二次,我們就會出到crotension exit,不過是負 邏輯不知道大家是否能配合 有點複雜 但是,不能配合就做不到 因為這些基本上是最簡單的 好,第二條 另一個技巧就是 凡是看到cos二次 我們要想回 二次如何變一次 cos二次變一次 一定是用double angle formula 二次變一次 我們要想回哪條式 關於cos二次的公式 大家不知道是否能配合 cos二次 其實呢 和cos二 theta 即是2a 我們當作 就等於cos二次 減2次 即是cos二次 減2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直接寫cos二次 就是c二次 好嗎? 寫少一點 寫好一點 如果打出來 cos二a 就等於c二次 我們慢慢砌下去 砌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慢慢砌下去 砌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你慢慢砌下去 你說可以怎樣砌? 因為我們想二次變一次 如果我們二次變一次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 就很簡單 左手邊就hold住 就是double angle 右手邊就變成cos二次 再減cos二次 再減cos二次 就可以整個sine 二次 就可以整個sine 二次 因為減1 再加cos二次 cos二a 就等於兩個cos二次 減1 好 我們差不多做完了 因為我們想生產 一個 雙重角度 所以你調過去 cos二a 加1 就等於兩個cos二次 好 差不多做完了 先減1 先減1 因為我們現在二次 我們其實沒有一條式 我們是in 如果cos二次 跟剛才不同 剛才cos二次 你可以in 到 cos二次 你好像不太會in 那我們要怎樣 所以我們要二次變一次 那我們用這條公式 就用這條 好 那結尾了 還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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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我們下一步 就是cos二a cos二a 加1 超過2 超過2 就是1超過2 乘這個 就等於cos二次 好了 差不多做完了 那條題目更複雜了 因為它不是想問你cos二次 它是想問你cos二次 x over 8 cos二次 x over 8 那就是說 a這個數 是什麼呢 a這個數 這個數 如果是a 這個數 就是2a 如果是x over 8 所以你要怎樣組成x over 4 其實就是這樣 a如果等於x over 8 2a就是2x over 8 那就是x over 4 就是x over 4 就是這樣出來的了 cos二次 對不對 所以這裡牽涉了一堆 你要背的公式 那怎樣背呢 就是cos二a加1 除2 cos二a加1 除2 我們要知道a是什麼 a是他給你那個 那你要把這個數乘2 這個數乘2 這個數乘2是分數 分數 你做的時候小心點 不要變成x over 16 因為2是乘上去分子裡 乘完之後你要2和8相約 是4 所以就不是x over 16 是x over 4 這裡可以嗎 這個要背 這個要背 先拍一下 我再說一次 就是說如果我們反正做這些數 cos二次 如果x over 8 你首先知道 它其實在用一個double angle formula 就是cos二次 你當這個a 那你就用公式 2分1 cos二a加1 好,慢著 a就是x over 8 所以2x over 8 所以2x over 8 加1 所以等於2分1 cos x over 4 再加1 正正就是我現在最麻煩的東西 我現在highlight 這東西是怎樣組出來的 我們一定要搞得清 因為這裡會重複很多次 還有考試必考 基本上 大熱來的這些topic cos二次 沒有公式 要組出來的 要用這個double angle formula 其實這條 遲些你用熟了 我們一倍 就背這個step 可以嗎 一倍 我們就背這個step 這樣你真的要抄下 要不然你拌成小 都不知道想怎樣 OK 到下面了 下面那個 就是sine 不過它很奇怪 sine和tangent 在同時出現 原來是怎樣 原來它就不需要看tangent 這個tangent不用理會 我們只要看前面那一塊 是double angle formula 的一半 即是叫half angle formula 為什麼 因為sine 2a 如果等於是2sine cos 大家都應該記得 所以如果 sine a 就變成左手邊 是一半 右手邊都有一半 就是a over 2 cos a over 2 如果它寫x 那怎麼辦 寫x就是2sine x over 2 cos x over 2 又是在玩一個 double angle formula 的一半 half angle formula 我們叫半角 為什麼它要這樣做呢 因為它感覺到 cos x over 2 和後面tangent 這個可以約 因為大家都知道 tangent 就是si 除cos 當tangent 是si 除cos 你這兩個 你就能約到分母 只剩下一個sine 二次 sine 再乘sine 兩個sine 變成sine 二次 OK 不是很難的 寫一寫 就是cos cos cos x over 2 再乘tangent x over 2 就會變成cos x over 2 再乘sine x over 2 再除cos 就是cos x over 2 你約完之後 就是si x over 2 再和前面的合體 就變成square 所以 這條數 也不是很難的 這個位 好了 然後 又有另一個麻煩 去到剛才 是si 2次 因為剛才我們做了cos 2次 所以 今次這條 就是希望 陪大家 砌 si 2次 出來 好了 我們和剛才的遊戲 有少少不同 我們試一下 砌一砌sine 2次 好了 怎樣砌 很簡單 我們又是用那條式 cos 2a 就等於 si cos2次 2次 減 2次 減 cos2a 就等於 1 減 2次 再減 2次 cos2a 就等於 1 減 2次 即是 cos2a 兩個加測 就是si 2次 就等於 1 1 減 cos2a 即是 si 2次 如果 本身是 a 就等於 1 減 cos2a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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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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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1 2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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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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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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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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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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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左邊是Single,右邊是Double 可能是橫向 這樣就可以看到左右 這兩條色是經常出現的 這次我們要用整個數 是要x over 2 那你就變成2分1 1-cos2 2和2相約 所以就變成1 2和2相約 所以就變成1 這條色 你再化解 就變成 等於 這裡 我們現在在用這裡 把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組成這塊 這個位置 2在哪裡? 2就是抵消了 如果你這邊乘2 那你就左右乘2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這裡乘2 你這裡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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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2分1弱了 就變成1-cosx 你記住 這些初初看 就很麻煩 看得多 你就知道 2次我們要變1次 總之 sine的2次 你就是這樣變成 1-cos2a cos2次 你就變成1-cos2a 這個是standard 最經典的題目 經常都出的 有很多新的東西 而且你說 心也不是很深 但是 也挺麻煩的 我覺得 背又不是說 十分二背 背多幾次 你就可以了 總之 我們背多幾次 你就可以了 sine 比如2a 你就是2-cosa 這個你應該背了 cos2a 你應該背了 就是cos2次 減sine 2次 現在多了兩條 你再要背 就是 sine 2次 你就變成 2分1 1-cos2a 如果cos2次 你就變成 2分1 1加cos2a 這些 是要背的 可以嗎 這些 是要背 所以 你說 四條色 是不是很難背 都不是很難背 你看多幾次 就能背 我會不斷 偶爾提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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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不要忘記 這四條色 不是十分難 就是 in 的時候 會經常出現 好了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就繼續 下 in tan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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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ent 二次 但 tangent 二次 我們沒有公式 很奇怪 tangent 二次 我們沒有公式 但 tangent 二次 有tangent 是 tangent 不要 就是 多了一 你便做 mo 中 – 有 它被拆散了 兩條项角都公式 你便做到了 in tangent 二次 就是 lookin 這個也是貝的,是公式來的 然後in cotangent二次的加一就變成cosecant二次了 不是,我應該是說 它是先轉了 所以incosecant二次就是cotangent 你說,阿sir,真的很難背 說真的,我也覺得很難背 我們一起陪大家背一次 我們現在的顏色,你想清楚 我們有sides,cos,tangent 有sides,cos,tangent二次 有sides的倒數就是cosecant cos的倒數就是secant tangent的倒數就是cotangent 所以這幾個都可以再問你二次 現在呢,我們的顏色 incosecant二次是tangent incosecant二次是tangent incosecant二次是cotangent 不過是負 這裡寫了正,因為本身是inc c字就要變成虎 但問題是,它的前身 incosecant二次要組出來 就要變成tangent二次加一 所以這裡無中身也要加一 去組成cant二次 而coscant二次 要變成cotangent二次加一 去組成cosecant出來 這裡你就會很迷惘了 阿sir,真的很難背 有什麼方法呢? 我們之前說過 經常出現 secant二次 和tangent 我們經常說 一個tangent兩個secant 口訣就是這樣 一個tangent兩個secant 兩個secant就是secant二次 但我們不會說 兩個tangent一個secant 我們是會說 一個tangent兩個secant 所以我們只可以入手 就是想一下 如何生產到cant二次 所以我們想到cant二次 就想回它 本身的息 就是tangent二次 加一 就是cant二次 所以你的責任 你才能看到 為什麼無端端要加一 因為它想生產cant二次 這個就是很難的地方 再說 你多看幾次 就可以了 最初學會 這裡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一個tangent 兩個secant 兩個secant 就是secant二次 所以我們要生產 就是secant二次 為什麼我們會想到secant二次 因為當我們看到tangent二次 就很明顯會想到 去加一 就會出secant二次 把這個遊戲玩另一次 不過這次我們不是玩secant 我們就玩什麼呢 就是cosecant cosecant 我們又是有個口缺的 就是兩個cosecant 一個cotangent 就是說我們in的時候 就想一下 如何生產cosecant二次 因為我們是一個cotangent 兩個cosecant 一個cotangent 兩個cosecant 所以cosecant的二次 你要想回去 就是cotangent二次加一 因為cotangent二次加一 因為cotangent二次加一 它的best friend就是cotangent 就是cotangent 很相似的 就是加一 就是加一 那你就出到cosecant 當你知道 這樣生產cosecant 你就知道cotangent 是要加一了 所以這裏 又是很奇怪 很麻煩 很多東西記 只是這三個英文字母 我相信你們可能有一半人 都被他弄到頭都戴上 這裏真是 比較吃力 要少時間適應 總之我剛才提過你 我們現在想事情 如何想事情 好 我現在再重複一個story How to memorize 就是 我們要是一個tangent 去配這個 secant二次 而一個cotangent 你就是配 cosecant二次 那我們就想一下in in secant二次就會出tangent in cosecant二次 就出到-cotangent 你會出到-cosecant二次 你會出到-cosecant二次 futangent x x 我們寫個x在這裡 這樣寫 打字同寫會這樣寫會好一點 OK 所有的東西我都cap了給你 要記住那些 你要慢慢抄下 慢慢消化一下 不是一朝一夕 記得 我教你所有skills 你要花一點精力 花一點時間 去背好所有東西 都相當麻煩 你要背 不是一朝一夕 要坐下 安安靜靜 慢慢在家裡 一邊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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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一些想法出來 如何去背 我當年也是這樣想的 一個tangent 就是兩個secant 一個cotangent 就是兩個cosecant 都是這樣背出來的 好了 接著D D那個呢 就是 Side Sid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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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你一想就能夠 這個只不過是A二次 A-2 A-1 就算是A二次 這是不難 رو hade 剛剛學習 Side二次 之前 recuerden 每天都放在 one中 Side二次 又再把 Side二次 請再說 我这里写X,2分1倍1减cos2X 刚才都降了第一倍,就是2分1,1减它的double 现在这里是half,右边就是2分2,抵消完就1分1 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难呢?绝对不是,只不过是你要习惯 你要习惯当我这里half的时候,我右边就要一半的double 一半的double就是二同二弱简 二同二弱简就是1 二同二弱简就是1 所以就是这样出来了 好,接着通分母就in incos2就出sign 那你就完成了 这条数又是在玩刚才那样东西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有问题是看WhatsApp 如果跟不到 如果有什么疑难,立刻出声 不要客气 因为你们这么静,我也不知道 你究竟是完全跟到 还是完全跟不到 还是一时跟到 一时跟不到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只 到三次了 不是,三次,3X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substitution 我们之前说过 你其实这些没什么特别 你当U是3X 你只不过在这里 无中生有作过3 你这里就over3 应该 对不对 但是sir,他的over3 去了哪? 就是去了外面 因为D3X 其实是3个DX 你又多了3 多了3 你影响了Value 所以你前面就要over3 所以就乘3分1 所以就乘3分1 对不对 如果你不习惯 你不就let u 之前我也说过 譬如你let u 等于3X 你一样可以砌到 DU 就等于3个DX 对不对 因为DU overDX 是等于3 所以DU 就等于3个DX 所以你可以砌到一样的效果 用 Integration BySubstitution 一样可以做到 不过记得是有负 因为Inside 是出cos 不过C字行头 所以我们要负 C字行头 所以我们要负 OK? 就是这样 这条是热身的 下面那条 就更麻烦 因为下面那条 你现在今次 你就不是let 你就是let u 就是不是4X 不是负 是7-4X 整个东西 DU 你想想 DU DX 其实就是0-4 0-4 0-4 就是负4 所以DU 其实就等于负4X 所以你Integration BySubstitution 就是微积分的时候 你就会多了负4 多了负4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为了继续 可以继续 所以你 要除了负4 除了负4 就是1 over 负4 就是这样 产生出来的 这条 一定要看得慣 为什么 多了负4 就是 你In完之后 你这个位置 会多了负4 所以你调过去 你就会 除了负4分1 可以吗 我不知道大家 真的跟不跟到 这个位置 你要跟DX 一样 你想想 如果我写出来 我要怎么写 我就要这样写 DQ7-4X 就等于负4 本身应该是这样的 负4 所以DQ7-4X 就等于负4 DX 因此 你是多了负4 所以DQ7-4X over 我这样写 over 负4 负4 不太行 不太行 那我们不如写在前面 负1 over 4 DQ7-4X 就等于DX 有发展 可以 如果这样写 你就可以明白 如何突然 会抽出负4 你好,我是Celine 你不要明年才來 你肯定走了出去吃飯 是啊,對 你可不可以吃幾個鐘? 沒辦法,我剛剛去照我爸爸出院 接你爸爸出院? 是啊 這麼嚴重? 不是,照偉鏡 哦 這麼孝順? 那算你了 記得看影片 因為剛才所說的很深 你錯過了很多 不過可能你會認識一點 不知道你認識嗎? 總之我現在在研究負四分一是怎樣研究出來的 現在我就這樣寫 不如你自己抄下來 不然你會很多時候一知半解 不知道那些東西怎樣出來 因為他跳了很多個步驟 可以嗎? 好,接著到下面 好,到這些 4A了 好,4A我們又砌一次給你看 一定是封面那條色 cos乘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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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什麼呢? 應該是二分一 二分一 所以 cos乘�도 cos cos a b 就是這樣 封面 應該會地方有這條色 所以 您現在這個責任只有 коли 6x 6x當做A,6x當做A,4x當做B,4x當做B 6x加4x就會出到10x,所以6x加4x就會出到10x 6x減4x,所以就出到2x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這裡跳過來,它又跳了一步 它要除10 它要除2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剛才上面同一個技巧 它又跳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我也說了,它經常跳了一些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玩死我 我現在幫它寫出一個步驟 即是說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寫什麼呢? 應該寫D2x 10x 寫錯了 10x 因為我要拼個10出來 所以D2x 10x over 10x over 10x 這個10x 這個10x和2x 相乘是20x 這個10x和2x 相乘是20x 同樣道理,我們要拼個另一個2x 另一個2x 這個2x 這個2x 再拼出來 就是四分之一 所以就是四分之一 就是這樣拼出來的 跟剛才一樣 Inside就出cos 不過C字行頭 所以就要負cos Inside就會出負cos 所以負就會變正 正就會變負 就是這樣出來的 換言之 這裡又跳了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我們不如整個步驟 由頭到尾寫一次給你們看 這裡 究竟核心的步驟是怎樣 我們現在寫一次 方便你們所有人都跟著 因為我很怕你們一知半解 我寫得足少少 不如在這裡 就是 In 1 over 2 跟著你就 Side 10x 跟著D 10x over 10 你一定要接受 一件事 over 那你就會出負20 那你就能出負20 那你就能出負20 第二件事就是這件 負2分1 In 很難寫 用mouse Side 不是mouse 是mouse pack 2x 跟著D cool 2x over2 2 這個2 跟這個2 相答 你就能出負20 4 所以最困難的兩個步驟 或者最麻煩的 就是跳軌 你就會不明白 所以我現在的責任 就是告訴你們 如何組裝出來 OK 看得多就可以了 上面就是Coside xSide 下面就是Side xSide 一樣把這個遊戲玩一次 那我們有條式 如果你封面考試的時候 你就是有條式的 就是2分1 Coside A 減B 再減Coside A 加B 這條式很奇怪 是A減B開頭先 A減B開頭先 A加B在後面 A加B在後面 邏輯就是 因為Coside 你會發現 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 你會變成 負2x Coside 3x 減5x 減Coside 3x 加5x 你會變成 你會變成負2x 之前教過你們 如果負2x 其實只不過是 360度減去 360度減去 那就是不便 因為Coside 是第四個 Coside 第四個障礙 第四個障礙 即是沒有變 所以就負變症 所以他就跳了三步 才可以組成 這樣的東西出來 給你們看 他又跳了一步 我真的不太明白 Model Answer 很喜歡跳完 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解釋 這些要扣分 真的要扣分 如果不是你讀 就算考試這樣寫 我們也有機會 說你這段步驟 可以扣分 對嗎? 你覺得對嗎? 要扣分 跟著剛才一樣 你下面 2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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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就是2乘2 就是4 然後這個16點出來 因為你要超過8 2乘8 就是16 跟剛才 大同小異 不過他又跳了一些很核心的步驟 總之 你看得明白 我恭喜你 看不明白你就出聲 我慢慢解釋你明白 暫時你不出聲 我當你回家慢慢看 希望你明白 好 接著還有很多很多提型 我已經沒有停過口水 不斷說 五尾 五尾 六次和三次 六次和三次很麻煩 因為去到指數這麼大 腳臂 因為我坐在地上移動 有些腳臂 好了 阿Sir,請問我坐在凳 坐在凳 因為我老婆坐在餐桌上移動 坐在座位置 那麼阿Sir,坐在座位置 坐在座位置 你不要讓我笑 笑死我 很辛苦 腳臂 坐在座位置 坐在座位置真的很辛苦 剛才說到哪裡 對,說到六次 去到指數那麼大 就很糟糕 為什麼 因為去到最大指數 我們基本上 是要用回Power Rule 那Power Rule是什麼 即InX6次 DX 要砌成這樣 你又能做到是x7次 除7 只有1招 就是這樣,暫時只有1招 那你問他為何可以這樣? 他也做了很多手腳 首先 你要吃蟲子進去 吃蟲子進去 你一定要拔走蟲子 因為你拔走蟲子,d-side才會出蟲子 可以嗎? 所以我們想 我們想 我們想 d-side 就出蟲子 所以我們要拔走一個蟲子 我們拔走一個蟲子 你現在會看到 三次會變成二次 因為你要拔走蟲子 所以你要三次就會變成二次 左邊是三 右邊是二 這樣就變成拔走蟲子進去 吞噬了 大家知道吞噬的英文是甚麼嗎? 吞噬了 吞噬的英文是甚麼? 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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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其中一個 有字我學了Bio 是Bio老師教我的 你聽著 不是粗口,但我很喜歡說這個字 我吞細,知不知道怎麼說? en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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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你engulf嗎? 阿Sir,你聽到什麼? 你聽到什麼?我很喜歡這個字 因為我們要engulf cos 進去,我們要吞細 所以我們要engulf一些東西 我們要engulf一些cos 我們吞了一些東西進去 你就會精神了很多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高層次 engulf 大家廣東話的人 千萬不要說得尾 要說得很靜 要有F engulf 我們吞了cos 你就可以d 你就可以出到cos 所以cos二次 你就可以分了兩個 一個是6次 一個是8次 因為6加2是8 所以最後6加1是7 除了7 指數相加除指數加1 記得嗎? 指數相加除指數加1 今天呢 除了教數 教大家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真的不是騙你 這個字真的是這樣讀 不信我 我開個google play 給你看 阿Sir,可能我知道 你知道有數同會聽到 我經常說的 蛤? 我可能數同會為了學英文 就不停地說這個字 這個字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這個字 這個專有名詞 這裡 我們打進去 我們看看 UK的發音 engulf engulf 美國 engulf engulf 阿Sir,他在罵你 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字 我認識這個字 為什麼 我認識這個字 會 就算了 很變態 但是這個字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 我第一次聽 精神 好像你們這樣 現在本身很睏 聽完這些 整個人精神 是 拜安老師教我的 不信你去問問你的拜安老師 你們有讀拜安老師 那些細胞的吞細 他是用這個字 吞末 好像我們M2 沒有人是拜安 難怪你不懂這個字 張欣朗走了 我現在教另一個字 Dcos 我就engulf Cos Dcos 你就能出到Sy 我們Sy4次 就變成1-cosy2次 再承開 再承開 你就能出到cos 3次,cos5次,cos7次 你又能出到指數加1 哇,這些真是煩到嘔 你看 這些真是煩到嘔 剛才有吃過Sy 這次原來是吃過cos 那你說,我鬼知道什麼時候吃cos 那邏輯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條數 你吃過cos 那你的cos 會弄不走 因為你吃過cos 你只剩下一次 那你這裡是Ds 那這裡是Ds 那你還有cos 你弄不走 所以我們如果走這條路不成功 我們知道吃過cos 不行 就反過來吃過cos 吃過cos 所以我們要教你怎麼去想 想這些 其實它沒有寫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這樣做 是不可以的 對不對 看到嗎 你吃 吃 吃 就是engulf 你也要engulf 你自己慢慢看 其實也不是很難明白 不過你真的要花一點時間看 到tangent tangent 我們要engulf tangent 我們要吃tangent 進去 dtangent 就是出secant二次 大家不知 記不記得 dtangent 就是secant二次 所以secant四次 就會沒有了二次 沒有了二次 就只剩下二次 那它很漂亮 因為secant二次 是一加tangent二次 是一加tangent二次 那就可以全條式 只剩下tangent 全條式 只剩下tangent 我們很開心 可以用一個power rule 指數加1 除指數加1 除指數加1 指數加1 除指數加1 除指數加1 就是7加1 就是8 除8 5加1 就是6 所以除6 所以這次我們吞什麼 就是吞個secant二次 進去 就變成tangent 吞個secant二次 進去 就變成tangent 這些食物 你要想想 Dtangent出secant二次 Dsecant Dsecant 就是secant tangent 所以呢 所以呢 通常你現在這些情況 先試一下tangent 到下面了 有tangent 當然有cotangent 有secant當然有cosecant 所以這次我們 很麻煩 你看看這條 是要吃個cosecant 剛剛我講過的 一個cotangent 就出兩個cosecant 記得 一個cotangent 你就出兩個cosecant 所以我們如果Dc 是出到cosecant D一個cosecant 就出到cosecant 這次更難 剛才我也比較容易 一個答一個 現在這個位置是兩個物體 所以 原來這條數 就非常複雜了 即是說 我們cotangent 要少一次 即是三次要少一次 三次少一次 就會變成二次 三次少一次 就會變成二次 你說 這些複雜 怎麼會想到 正常想不到 你看著答案 我們告訴你 就好像很容易 到你將來坐在這裏做 你就很迷惘 怎麼記 還要這麼多種類 記死我什麼sir 盡力 我也知道你還要讀一科 還要讀其他科 你的記憶力 未必能去到這麼多 然後 cotension 變成cosecant 2次-1 cotension 變成cosecant 2次-1 然後 你就全部調色 只剩下cosecant 這樣就做到了 超深 這條數已經超越了五星星的題目 不是五星星 差不多超越五星星 對於你們來說 非常複雜 剛才那條 你再比較一下 好很多 這條真的很變態 一cotension 我先拆掉它 所以 某程度上 你要背一背 些什麼就出什麼 要背一下 隔不中 隔不中背一下 隔不中見一下 很快就會記得 這條題目 其實就是我考試題目 上個學期 我上個學期就是抄了這條題目 做考試 隻字不留 如果你沒有記錯 不過我發現有幾個同學 忘記了要用tangent 忘記了要用tangent 大家要記住 我們要砌9 就是這裡 我不用寫了 其實我們想砌 砌到墳墓 是有一塊東西二次 加另一塊東西 那就是靠9 去幫忙變3 因為開放9 是3 因為我們這裡 是一個perfect square 整個東西的square OK 所以我們要砌完之後 那這個 那這個 我之前也有教過你背 就是我們說 when我們看到 when vc 1 over x2 加a2 tangent feta feta 我打a 沒有feta 這個按鈕 大家按鈕 我當這個feta 好嗎 當這個feta 好嗎 所以x 就等於 3 tangent feta 我當這個feta 是add 好嗎 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應該背了 因為我們dtangent 就是secant 二次 來的 因為我們dx 就是3 dtangent dtangent 就是secant secant 二次 再dfeta 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考試 有些人都拿滿分的 有些人都做到 有些人就拿很低分 做不到 大家要重新背 好了 到另一隻 另一隻 另一隻 就是a2 x2 -1 x2 -1 其實我們用sine是不行的 因為sine2次-1 是負cos 所以不行 cos 也不行 cos2次-1 都是負sine2次 所以我們只是想 我們要想 我們要想 一件事 因為tangent 2次 加日 是等於secant 2次 減1 所以我們要想 原來我們是想 這個搬過去 就是tangent 2次 就是 secant 2次 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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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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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1 1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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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次 2次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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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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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分開了兩個不同的範圍 這裏我自己覺得整個Integration是最深的 它分開了兩個範圍 它要做兩次 你會發現我們先看答案 一個是ArcSecond 一個是FuSecond 最終答案 原來有兩個 我們做Integration通常只有一個答案 很少看到兩個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 是說範圍入手 這個範圍你會看到x大於1,x小於1 這個位置是從哪裏出來的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位置 開方入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集中在開方入面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數 x小於1 x小於1 它的二次 都是會正數的 因為任何東西的意思都是正數的 但是正數多少呢 正數多少呢 不如我們作個數 例如我們作為x等於-2 x等於-2 這個數 會變成4 減1 那就開放 行不行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再看看上面 再看看上面 這個大於1 這個大於1 在0至90度的時候 Pi over 2就是90度 因為180度除2就是90度 這個 就是大於1 首先你要寫這個範圍 其實可能已經有困難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不能夠跳過一些 很重要的核心的concept 那是什麼concept呢 就是graph of secant filter 所以我們首先 可能這裡不夠時間 我們要下一課 不過 我讓你看看 即是說我們可以用google 找多一點點東西 就是graph of secant 要研究一下graph of secant 其實是怎樣畫的 很神奇 你會看到原來graph of secant 是穿崩的 什麼叫穿崩呢 你會看到這幅圖 放大一點 放不到大 我用另一幅圖 等等 這幅圖 你會看到原來有些位置 其實是計不到的 它有一個佔近線 即是說你現在有些位 是計不到的 這裡 我一指著這些 就是計不到的 你會看到這幅圖 是計不到的 你會看到這幅圖 你會看到這幅圖 我們從頭到尾看一次 你會看到這幅圖 首先我們看一看 我們highlight這個位 就是這個曲線的上半部 就是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 你會發現這個位 其實這個數本身是大於1 可以嗎 即是它的secret的數字 是大於1 它的範圍 原來不是0至90度 是-90度 至90度 就會大於1 可以嗎 那麼它會不會 小於1呢 原來它中間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這裡是沒有graph的 它只是x會小於負1 即是說 其實這個secret的x 它要麼大於1 要麼就小於負1 會有兩個不同的範圍 如果是範圍 你就會看到是這裡 和這裡 這樣就變成可以對應我們 剛才那幅 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先打開 看看 不是Keynote preview 所以你 跟我們剛才一樣 我們剛才是要生產 大於1和小於負1 這個是90度 至180度 我們又看看Google的圖 90度 至180度在哪裡 這裡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90度至180度就是這裡 這個位置是小於負1 就是負1 這裡基本上 是 不能夠靜給你看的 因為這幅圖 我們沒有教過你畫的 你第一次聽的 所以這裡 你要知道 現在它在說的 secret 一個人 當它小於負1的時候 它的range 負1 就是我當作是負1 它的range 就是90度 至180度 即是 π 是maximum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剛才要大於1 就應該是0至90度 所以你看到它剛才一寫 就是這樣寫 0至π2 就是這樣出來了 這裡 0至π2 就是這樣出來了 這裡一開始看到 你會很陌生 很難背 基本上你應該 背不了 暫時 暫時背不了也不要緊的 你知道 原來這些數字是要分開做 分開兩次做 然後你會答案 一個是正的 這裡全部是正的 行不行 但是為什麼 下面是負呢 就是這個位 這個位 差不多落堂了 說完這個落堂 這個位 開方 開方 和二次 抵消了 理論上 應該是 Tangent 為什麼 變成負呢 這個位 絕對是關於 障限 因為 90度 至180度 大家記不記得 第幾個障限 90度 90度 至180度 是不是 第2個障限 2S是大陸 所以Tangent 計算出來是不是負 Tangent計算出來是不是負 但是本身這個數字要負 你這個開方完之後應該是正的 所以如果你就這樣寫Tangent 你淹完出來 是欠負的 所以 我們要變成正 我們要前面無中生有加負 這裏應該很難的 你未必聽得明白 我們下課會再重複的 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位 最後 你要加負 這個 要超難的 這個要做下去 這個你要考慮很久 我們下課會再說 你就會出到兩個不同的答案 一個是負FETA 所以我們要的答案 原來的答案 要分開寫你才能取得滿份 行不行 這裏就非常艱深 那麼 你就回家 study一下 你現在其實應該在家 我們下課再繼續 好了這次要講到什麼 不要妨礙Jerry去做body check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 動員 主持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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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